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3年7月17日星期一 拍片時間接近下午3時 打風的日子,來一節馬圈短打來 跟大家分享一些賽馬消息和話題 這次主要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昨天晚上的河梁的護級戰宣告護級失敗 正常來計算,他就要交出牌子 在這個時候也有消息確定了 也有馬經的即時媒體新聞都說了 梁明偉是會去鄭俊偉的 這件事其實中間也有些故事 因為本來也有些消息說是戴少倫 即是現在高白新的復練去鄭俊偉那裡 原來又不是的 到底中間經歷過什麼轉折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故事出來呢? 稍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件事就說到之前也提過澳門賽馬會 又說有什麼金主 跟著又說有水喉那些 根據棟哥陳華動說 就有另外一些版本的 如無意外應該比較接近事實一些 稍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並非說有什麼大水喉的 因為澳門賽馬會 開始前也希望各位可以訂閱小弟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真的更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不論年費、月費或者左上角大家想的QR Code Patreon等等都歡迎 多謝大家的支持 首先講講澳門賽馬會這件事 應該是早幾天左右 早幾天 我應該在第二頻道講過 澳門賽馬會有人報導 有些媒體說澳門賽馬會將會有大水喉 這個叫做金主加入 這個叫做復興澳門賽馬 亦說是香港馬匹免檢疫 即是可以直接運到澳門那些事情 就很快會成真 搞清楚 香港馬很快運到澳門這件事 事成的機會都高 但這件事已經講了一整年 去年九月已經講了 但現在就說可能會八月 當然是背後有人發工 成事機會都高 至於講到澳門馬會有金主 有大水喉加盟去復興賽馬的話 根據棟哥的來了就未必是 大家一聽到就說有大水喉加盟澳門賽馬會復興 即是想起那些譬如說有油王 即是金主加盟車路士或者萬成 然後就組略巨型班出來的畫面 不是這樣的 的確是有這個團體 說對澳門賽馬有興趣 說的是中國馬業協會 中國馬業協會 本身是中國賽馬裡面其中一個組織 即是中國都有很多個賽馬會 中國馬業協會是其中一個 其實就在五月了 不是說現在 就跟澳門馬會簽了一些決定 有些合作的協議 以及之前已經說 有隻香港的馬 冬甩仔運到武漢 做總馬 這個也是跟中國馬業協會 即是中國馬業協會有少少牽線的作用 促成了這件事 所以就希望大陸的速度賽馬水準提高 也有這樣的中國馬業協會 希望可以派一些馬參加香港和澳門的賽事 當然是運一些質素好一點的馬來香港和澳門 而他們的決定就在五月簽了 這個中國馬業協會是什麼來頭呢 剛才說了中國有幾個不同的馬場 也有些賽馬會 中國馬業協會是其中一個 曾經代表中國出席亞洲賽馬聯盟的會議 即是影家柏做主席的會議 的中國代表 但是又可以說笑趣事 就是曾經代表中國出席亞洲賽馬聯盟會議的組織 不止中國馬業協會一個 是有不止一個組織代表過 也試過中國代表鬧雙包 試過兩個組織鬧得很不愉快 接著兩個組織都一起拿著中國奇數去拍照 搞到場面非常尷尬、難以控制 都罵出過這些事情 當然了 但是中國馬業協會裡面 都會有一些 不是說官方 都會有一些半官方成員的持份者在裡面 所以它的認受性在中國來說也是算高的 而剛才說了 香港馬可以直接運到澳門這件事 也是中國馬業協會裡面有份 即是法工也好、推波助瀾也好 應總、應家柏就不看爭面也看罰面 既然你中國馬業協會 即是亞洲賽馬聯盟的中國代表 就提到 不如做好這件事 盡快完成它 應家柏才開綠燈 所以才叫做有些眉目、有些頭緒 為何香港馬可以直接運到澳門講了這麼久 現在才叫做好似有機會成真 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中國馬業協會 是否所謂的澳門賽馬會的大水猴 而不加上你如果說會派馬去澳門跑 那也叫做對澳門賽馬有幫助 但它是不是真的一個說會注資很多錢 走進去幫澳門賽馬會做很多基建 即是扔很多資本下去的那些 又未必過 因為中國馬業協會 現在跟澳門馬會合作的形式 就是叫做簽一些備忘錄 有一些協議 大家會有什麼合作一起做 其中一件最能幫助澳門就是 香港馬可以直接過去 而中國馬業協會就會有些馬運到澳門跑 但其實這樣說 即是現在澳門賽馬會裡面的馬主的成份 已經有很多我們祖國的馬主的坐衣在裡面 譬如我們上的肉籠馬會 你看牌位表的坐衣 這件就是馬主聯盟那件衣服 還有這件我又不記得是哪件 也是澳門經常見的坐衣 還有譬如說以前說的國金系 或者救響系 現在已經少了 以前也有肉籠馬場 武漢馬場 那些經常見的 所以基本上你不要說 中國馬業協會現在跟澳門馬會合作 澳門賽馬會裡面 已經有很多我們祖國的成份在這裡 差在它的力度有多大 只不過現在就可能 既然已經簽了協議 五月簽了 不是說近期的 就可能在合作 或者幫助澳門馬會上面 就加強一點點力度 這樣 就不是大家心裡面的畫面 就好像有油王阿巴莫域治 加盟車路士 或者這個萬城突然有大水喉 巴黎星日耳門 變成腳形斑 這樣 不是那回事的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 現在的澳門賽馬會的情況 第二件事就講到有關梁明偉 剛才講到這個故事 話說這個何良戶級失敗 隨即梁明偉 不知道是否叫官宣 因為有即時媒體都說了 就說會去鄭俊偉那裡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覺得特別 因為我也是昨晚做賽馬結果的時候 就有探子回報給我聽 說不是,不是戴少倫 鄭俊偉 是梁明偉 你拍了影片沒有? 可以說一下 這條影片沒有也出了 即是已經在整齊後期 算了 因為一直有媒體是說 是戴少倫做鄭俊偉的庫廉 為什麼後倫現在又變成梁明偉呢 也有段估計 話說去到大概 今個馬季 大概兩三四月 兩三月左右 圈內人很多都聞到河梁有一股糯味 聞到諾未開始 多年馬斯就招攬梁明偉下跪加盟 做第二庫廉 或者重化庫廉 有重化的就招去做重化庫廉 沒有這個招去做第二庫廉 為的是什麼呢? 第一,當然知道梁明偉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上次馬會建博那六個人 升聶馬斯的六個人 其中一個是梁明偉 他有潛力升聶馬斯 工作能力當然得到肯定 第二件事更加重要的是 你明知道到二三月左右 大家感覺到河梁那股糯味 如果每個年馬斯都是這樣計算 如果招攬到梁明偉做我副練 河梁的馬就是我舔的 很多都會跟梁明偉走 你二十隻裡面不是全部都有十隻 我馬房突然多了十隻也發達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所以群雄奪補 希望得到梁明偉 但是梁明偉看在眼裡 當然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於這些事不會感到飄飄然 他也叫做感激河梁的提拔也好 其他原因也好 他也是決定要跟河梁戰至最後一兵一擲 他留到季味 這不是二三月的事 上季或者兩季之前見博 其實馬會已經有人提議 梁明偉可以幫你轉大些馬房 獎金高些 前景好些的馬房 但是梁明偉也不肯 可能很多原因 報答荷梁是其中一個因素 至於為什麼今季他戰至最後一兵一擲 原來雖然說有很多馬房招攬他 做一些重化第二副練 但是因為他跟鄭俊偉談了 鄭俊偉不是第一天開艙 其實是二十年前已經開艙 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梁明偉也還在騎 兩個是有很多合作的 所以兩個一談就埋了 就說如果學良不行 你過來做副練 梁明偉計的數很簡單 我跟鄭俊偉你合作過OK 而且你給我做第一副練 不是那些重化或者第二副練 我幾大都是做第一副練好一點 而鄭俊偉也肯定 他知道梁明偉議員想幫梁明偉 即是梁明偉想幫何良鬥到最後 所以鄭俊偉一直都沒有公佈副練人選 目的就是為了等梁明偉 等到梁明偉知道 何良如果呼吸成功 鄭俊偉才自己另外再找人 鄭俊偉願意犧牲自己少少時間去等梁明偉 好了 梁明偉現在確認了 立即可以公佈出去 下季就是這兩位 正副練的拍檔就會合作 所以整個故事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這樣說 大家都可以說梁明偉是有情有疑 反過來其實鄭俊偉也是有情有疑 你有疑心我也有疑心 你要幫何良到最後一刻 既然你要這樣 我也等你到最後一刻 一路就不公佈副練人選 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才令到馬桂薩科之後 鄭俊偉才這麼問水 又公佈梁明偉成為副練 至於之前戴少倫為何會傳出來 可能是因為看到鄭俊偉好像一路都沒有聲氣 最合理就是已經公佈了散倉的副練要有著落 就是想到戴少倫 但其實原來不是 以探子回報回來給我知 就是梁明偉一早 早點的時間 但不要說一早 就已經跟鄭俊偉有了決定默契 總之何良一宣佈不了業 我就可以加盟 整個事件的故事就是這樣的 這個故事的準確度應該都挺高 因為就是梁明偉自己親口跟我的探子說的 然後我的探子就告訴我 所以這個叫做第二首消息 看看是不是應該屬實的機會都高 大家可以當是一個江湖裡面有情有義的故事去聽 至於鄭俊偉最大的得益就是可以得到何良的部分的馬匹 因為確實是有部分何良的馬 是會跟梁明偉加盟鄭俊偉的 鄭俊偉下季就不用太少馬 現在只有29 可能下季有40多 當然不會整個何良馬房 都去掉了鄭俊偉 有部分可能留下新的馬房 或者其他馬房 都未定 但是就是說 鄭俊偉肯等 反過來說 他都等得有價值 跟梁明偉加了計 我下季可以多十幾隻馬 換言之 看看下季會不會叫做 有些人就想 既然鄭俊偉何良筆不了業下季 不如孖倉變成大倉 現在不用媽了 梁明偉過了就變成媽創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給個讚 留言 分享小弟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